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车里面有一种寄生虫叫人 人已经成了汽车的寄生虫 从外面的角度来看 而今天这个人反而要让车如何能够更smart 更智慧 甚至于通过技术的角度 如何把车这种生物能够连起来 甚至于在整个的这种生态里面 如何把它连得更有意思 那今天咱们就开始聊一聊非常有意思的环节 今天在座我们有很多的行业中的大咖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些大咖里面没有一个我们真正意义在汽车企业 而反而都是在汽车的整个生态里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行业和其中的这些主要的负责人 那我想请各位来分别的自我介绍一下 同时也把自己的企业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我来自工业技术研究院 工业技术研究院是经济部主要政府支持的一个研究单位 能够先期的去研发一些技术 让台湾产业可以很快的接受一些技术的移转 然后能够开创一些商业的机会 因为有些技术的投入可能有很高的风险 一般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可能厂商不太敢一开始之后 或者很早做投资 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很多事 例如像车联网车间车的通讯 甚至自动驾驶 很多一些未来一些大家在看的事情 那工业技术研究院里面都有相关的单位在做研究 我是来自车载自通讯的通讯企业所这边 那像今天我可以分享一下 这相关车载自通讯 我们看这个未来一些机会 这样子谢谢 各位嘉宾领导 下午好 我叫马进军 来自哈曼中国投资线公司 我主要是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一些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研究 那我们主要集中在这个车联网 自动驾驶 还有一些大数据相关的能复 那哈曼是一家这个跟汽车跟家用跟专业场馆内的音响娱乐相关的一个企业 我们比较多知名的一些品牌 包括家用的GBL 但是我们最大的业务其实是在车载里面 我们为汽车提供这个导航 安全驾驶 整个一套解决方案 当然也提供这个音响供放之类的 那我们应该在这个行业里头 豪华车里占了80%的市场份额 所以我们应该是属于在汽车里提供它那条大脑的那个供应商嘛 那我们公司不仅仅是生产智能的车载硬件 也提供了车辆网服务 今天有幸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个车辆网 也是希望得到各个专家的一些启发吧 谢谢 各位革命大家好 我是林博丑 那基本上我来自于中华电信的智慧联网所 所以基本上也该在这一两年成立 所以IoT Laboratory 基本上就是在做IoT的事情 那今天这个那样的题目呢 基本上我做IoT这样跟车厂有点关联 其实上从十年多前开始 国内车厂第一个想去做车电网部分 应该来自于育龙 大家那时候我们面对听过说 2B差不多在GPRS期来的时候死了 其实上那是可能时间早了点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timing 来做车联网一些部分 那其实上Internet of Vehicle 基本上从早期来看 我们基本上是从有一些所谓ITS 智慧型运出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到Telematics 所以到所谓的 所谓到今天的Internet of Vehicle 一些部分 都好多个名程 那基本上都是跟卡有关系的部分 中华电信在这边的部分 基本上它其实上除了是这个 台湾的一些大的网络公司之外 其实它慢慢要从除了一个提供 Pipe一个communication的角色 慢慢是提供service的角色 因为整个来看在Ghana 外面预测在2020年整个service的部分 其实上80%的人民 可能是来自于所谓的service 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再希望做一个 所谓的不管是smart pipe也好 说dummy pipe也好 其实上我们想要把这个ecosystems 往上连结到所谓application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做一些 所谓一些比较基础的车的管理 fridge management一些部分 其实也有在做 那另外一个对于所谓公共运输 所以你看台湾的一些 所谓的公车预车到站的一些部分 其实上我们跟交通部有做一些合作 把这系统做出来 那其实上我们去国外参观一些部分 我们觉得这地方部分 其实上是可以做的算是不错的一个系统 或者是可以 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那个 来自于参观的一些展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在做一些 即时交通资讯的部分 所以我们做把一些 除了以前的一些路况 来自于这路测设计备之外 又把GPS一些资料 那或者是把一些电信公司所拥有的 一些seal data 把这些big data的一些资料 做成可以即时交通资讯 可以做一些以后 现在目前可以是做一些 即时交通资讯的分析 希望以后可以做到一些预测部分 但是这个不仅是中华电信 在ITS 或者在Internet Vehicle 部分所做的一些部分 好 这样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顾立凯 我是Uber台湾总经理 那Uber是做一个轿车的软体 其实我们在全球 360多个城市 60几个国家 其实都可以运用 基本上不管你在各大 美国 欧洲 亚洲 或者其他国家的城市 其实都可以用我们的 一样同一个应用软体 打开来可以直接轿车 那如果没有使用过我们家的软体 还有叫过车的人 其实我们今天有个合作优惠 所以记得去索取你的优惠序号 可以试做一次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赞助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希望用软体的部分 我还算是以前曾经在汽车行业里做过 我以前在福特 在Ford Canada以前工作过 但anyway 汽车呢 是对每一位都是有很多的情节的 刚才我们前一位演讲者 他刚才秀给大家一张图片 大家看到那个 Back to the Future的那辆 DeLorean 对吧 其实Back to the Future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片子 那部片子当时所形容的是 30年前拍的片子 而正好今年2015年的10月21号 就是那部片子里所呈现的 未来的场景 而很明显 人类的想象空间是永远比你 实际的这个 我们实现的路径要更快的 因为在2015年10月21号的 那个片子里面 车是可以飞的 车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 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 像Back to the Future里边那种效果 我想正好今天呢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可能有的时候聊了很多积极的 大家都看到这个车联网 一定是行业中的 下一步重要的发展方向 但是现在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对吧 Internet of Vehicle 真正行业中的 目前到了哪个阶段 而现在是不是更多的 咱们也聊一聊 影响这个行业发展 为什么我们的车没飞起来 对吧 而主要的一些因素是什么 是政策的原因呢 还是用户体验的原因呢 也想请各位呢 分别从自己的角度 做一些阐述 谢谢 谢谢 那个 那现在车子还是有很多 可以进步的空间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车祸嘛 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车祸 伤亡 那以前的做法就是透过安全带 安全气囊 所以车祸发生的时候 尽量减少这个人的死亡 的确这个效果也真的是非常好 那在看世界各国的话 美国交通部呢 它有更大的一个野心 它希望说这个车祸的事故 可以在发生之前就避免 那要什么办法 就要透过预告 要通知 要通讯 如果每个车子之间 车联网 每个车子之间是有连接的 大家可以知道每个车子在哪个位置 那在十字路口 有人闯红灯 有人要做什么事情 那可能会造成车祸 其他可能会跟他撞的车子 被通知到了 就会提醒他驾驶 甚至帮他刹车 那这个是他的一个愿景 所以美国交通部的做法就是 他现在希望立法 他交通部在去年就已经讲了 接下来很快 他要去做一个立法动作 规定所有的车子 他先从轻型车辆开始 都一定要有配备 这样子一个通讯的设备 然后之后就可以警告周围的车子 那这个事情就在立法 立法当然会有一个时程 那他是希望在欧巴马下台之前 这个法案就能够送交国会通过 所以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做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呢 一定会有一些车厂走得比较快 例如像福特 福特就有那样是说 他的GM的Catillac 那个不是GM 他的Catillac CTS 在2017年那一款 他就会配备这样的设备 在日本的Toyota 也是有那样是 类似这样的通讯技术 他的新车 也会有这样的装 所以一定会有跑得比较快的车厂 和在等立法之后再推出来的 那立法之后 一些还没有这样的车子 可能可以透过后装的一些产品 把它补强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 有个趋势来走这个事 那为什么美国会要立法 是因为他觉得说 这个事情不透过立法 不会自然发生 因为他大家都认为安全是理所当然 车子应该要给我的 但是事实上这些技术目前 还没有被配备在车上 不是说做不到 所以需要有一些 一些做法在这里 那立法的代价就是每个车子 就要花这样一个成本 一个是美国是透过政府用立法 让所有车子有这样的配备 大家就会相连 日本的做法是希望说 政府可以多花的钱再做建制 日本现在有1600个以上的 ITS SPOT这样的建制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路口 做一些建制 那这些建制呢 它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所以你要嘛是靠 车子都有这样就可以通讯 或是知道这个环境都有这样的事情 那每个车子也可以通讯 所以它用不同的方法在做 那是我们看到未来比较 可能近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 谢谢Michael Tony 这样吧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 就行业的一员 讲一下我们在这个行业里头 大概在几个方面做这个 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见的不多 就是我们在汽车这个方面的制造方面 其实跟车联网有很大关系 那现在用户购买车更多的是 你到店里去或网上去下单 然后用户要等很长时间 因为车生产制造物流 就交付到用户手上 然后我们将来会认为 这个汽车的制造方面 从用户端开始 一直连到这个汽车整车厂商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和最后物流 以及包括以后的那个 商业保险之类会连在一起 用户会按需下单 包括车里的定制的那个菜单 具体的功能模块都会按需 那这需要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了 有一个不只是说要智能物流 要智能生产 还有这个所有的那个零库存的管理 这样的话会让整个车 从它一开始下单之前 它已经连了网 包括所有的设备都是在线的 这样用户购买成本会降低 定制化会比较强 这是制造层面上的一个车连网 那用户可能本身只知道 我买了一辆车 并不知道后台有很多很多的变革 那第二部分的话 是我们叫车的一些信息的智能化 那这个可能大家见得比较多 包括车提供了一些 远程的服务 信息的推送 包括可以推送到手机端 就我们认为车用什么方式上网 都是次要的 只要它能上了网 都就要联网了 所以用户在手机上看到你 那个远程车的信息 甚至远程控制车 也是它的一个服务 那可能最多最常见的是 现在传统的 像Telemax 比如说 OnStar这种服务 这个可能就是 我们现在应该是 在市场上都已经运行了五六年 当然可能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好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公司在亏本了 那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大家对这个车连网的定位不一样 如果你只是提供一个车连网的一些信息的话 我相信用户其实有很多 其他的解决方案能获得信息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这个车连网这块的发展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最后一块呢 是我们在这个车的使用方面 会有一些这个车连网的一些服务 这个就比较直接的会 touch到你平常日常使用这辆车的过程中 所有的一些交易服务 通过互联网化向用户推送 包括你现在能看到的 其实Uber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场景了 那我们作为这个企业 我们一般是跟整车厂提供这种服务 它会帮助整车厂提供一些 这个用户在终端使用过程中的一些云服务 那不仅是我们利用车里的一些传感器 能获得一些汽车的那个状态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使用的疲劳度啊 包括它的安全啊 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一个推送 利用这些大数据的方式 可以不仅预测 也能去提高它的产品质量 提高产品的使用的满意度 这样的话这块是比较新的一块业务 但这个业务的好处就是说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交易 这个交易会远比 就第二块的业务更容易比用户接受 比如说你现在使用车的这种 一定会去买保险 一定会加油 一定会去停车 这些都是收费问题 用户如果我们的服务 能提供一个更便宜的价格 或者更方便的方式 用户会更容易接受 这块的业务可能就直接会产生一些revenue 比如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推送 可能商业价值会更高一点 这大概是我们现在三块的方向的工作 那就这些了 我们谈一下车的部分 其实上我们车厂谈了蛮久 其实上车厂跟IC产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特性 车厂我想今天车厂为什么没有来 其实上车厂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体系 基本上它的reability要需求非常高 所以任何device跟它借接 它第一个问题的是 你的够安全吗 你够不 secure 因为我这个是你稍微出一点问题 Microsoft可以当它的东西不能当 所以这样我觉得 基本上这个产业上面 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趋势 所以这边两个说 跟电信跟汽车产业来讲 一直对不散口 这样这地方我觉得也应该在这里 恐怕也跟终端设备可能对口也要这样 我们有一家厂商 做手机的厂商跟要去做车电网device 都要凹了很久 到现在可能也都还没有一些成果 那我想就是我们回到目前为止 大概几个部分看到了一个问题来看 我想车电网服务来讲 整个来看对企业的服务 非常是比较明确的 因为企业有车队管理 政府有交通运速部门要来做 那现在目前在整个消费市场 Termatic boom 我们是要提供什么样一些服务呢 我举我们现在台湾所看到两个例子 那来看基本上在产业上 它预估也说2020年的部分 它大概会有2.5亿的车子联网 那联网当然说联网 好几个方式可以联网嘛 第一个最常用的是smartphone联网 这个也是联网 所以基本上smartphone联网 基本上你有smartphone就联网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上就已经saturation了 基本上已经到这个地方称谋了 那我们有跟Toyota有跟我一家厂商Asus合作 其实上我倒觉得概念上还蛮不错的一个部分 其实上它叫做一个车联网服务 它很简单 因为从中端角度过来 你的手机萤幕在车上开起来太小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平板 把它plug in到你的车子里面去 这样一种概念 你的手机可以挂在那个玻璃镜上面 但是你的平板不行 所以基本上在这样一个集合 其实上我觉得这个concept方面来说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是视于你的手机跟你的车厂embellion 做一个所谓的专用的车机之间 那你专用的一个车机里面你有问题 今天2G变3G 3G变4G 4G变5G 这个程序型大概是两三年一个程序 可能五年吧 但是你的车子可能开了十几二十年 所以你在这种embellion里面这个东西 其实上可能不是这么robust 但是从配的角度下去看 maybe 是一个非常fit 这整个工业现在做的 其实我是觉得这是有趣的topic 虽然在这个台湾市场上没有很明显的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它做了哪些服务 基本上以前你可以看到数位电视 车上装很多数位电视 一进来 其实上video on demand 你基本上你的电视的服务都有了 包括你music 都有了 然后它把整个车辆安全 胎压侦测的部分都做一些整合 那包括你如果本身车厂有些所谓的 cam 里面的一些结合 embellied 比如说今天车厂各个不一样的东西 就像车厂缺乏一个标准 车厂也不愿意做标准 车厂要差异化 它要的不是标准 所以经常在这个地方就是 3号做了一些整合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idea 虽然在今天目前台湾可能市场 或者怎么样 不是很低下 但是我觉得那个慢慢趋近 你所谓客户所要的entertainment 类似像这种information跟entertainment的一些结合 我觉得那是一个 从技术角度来看 我觉得它没有去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部分我刚才讲说 同样也是跟在推广台湾的U-bike的部分 所谓一个把推广到车子里面 其实上是全世界也在推这方面的 就是所谓的sharing一个概念 你基本上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东西 可能觉得on一件事情是美好的 但是对年轻一代族群 他可能觉得on iPhone是美好 不用用on一部车 所以在这种概念以下 像carsharing 基本上在台湾也有目前在做这样一个方式 那光从我们要从哪一个 所谓的悠游卡 或者是所谓的IC卡 去把开锁解锁这件事情 我们就遭遇了很多的测试 因为那个东西就要跟car有关系 每个跟car有关系的东西 它都不会是一个standard 所以光从你要去拿一个钥匙 我现在整个pursuit就这样 我现在上网去预约要这一部车 所以你就有这个license 所以哪部车就要sign给你 那你今天就拿着我自己的悠游卡 或者是哪一个 哪一个license IC卡 就去把它开门 一开就开了 但实际上在做这样整个integration的过程 其实这样花了一些的时间的一些部分 但是我们也看到新的客户成绩来了 我们看到在大概这个使用的一些族群来看 大概是比较属于25岁到40岁左右 这种年龄层的一些部分 他先学习说我有一部车 可以跟大家一起share这种概念 当然没有像Uber这样子 这么一个方便的一个方式 当然也没有Ubike这样的方式 但基本上就是说 基本上你可能在一些 像台北市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停车很不方便的地方 造成一些比较好一些方式的 下来做这样的部分 所以当然我就觉得这一部分 台湾也有在做 类似像car share一个动作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外一些报告 基本上这样的东西 其实像车厂不太愿意推 但是另外一篇报告也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你让没有on过车的人 去慢慢有这种概念 其实上他可能会增加 他买车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样有些东西是 可能是破坏性的一些建设 我想Uber也是一个破坏性的建设 他某些地方基本上 在无人飞机驾驶也是一样 某些地方我觉得 对engineering来说 我们太没所成规 我觉得我们在engineering很OK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在产业界 可能在application 缺乏一点想象力 这是我觉得我们要 从application下去走手的部分 好 谢谢博主 立凯 是 其实刚刚讲到car sharing这一块 其实这都是我们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的一点 不管是我们在美国这边或是欧洲或是亚洲这边的发展 那其实我们发现一点就是说 买这个车 这个车这个资产来看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最低运用的一个资产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你自己有车的话 95%的时间它都停在那边完全没有被使用 所以只有5%的时间你用来开车去出行去上下班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希望的部分是促进让大家可以不一定需要去own 刚刚讲到就是不一定需要去拥有这个车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来分享 因为现有已经有那么多资源在城市里面在市场里面 那不如把它运用跟它的效率提高 而不需要每个人再去增加更多额外的资源 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对于城市的部分有一些蛮大的帮助 非常简单来想 比如说交通阻塞的一个情况 或是节能减碳的部分 其实都有蛮大的一个帮助 当你可以减少在城市道路上的一个车辆 那我们如何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整个轿车的一个流程 跟轿车的经验可以继续再提升 也就是说一种传统比较会碰到轿车或是蓝车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能在坐在这个司机上 我可能算是一次性的一个交易 也就是说我这次跟这个司机的交易 其实只有一次性 那之后他没有给我一个 他没有动力给我一个好的服务 因为他觉得说我这个 我跟你今天只是一次性的一个交易 那我们这边希望做的事情是把它透明化 也就是说有一个双方评分的一个机制 那当司机这边我们发现说当司机知道有这个评分的机制在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动力 他们的责任感其实会提升非常多 也跟比如说在网路上拍卖的一种概念一样 就是说每个人会有在网路上的平台上有一个 rating 有一个评分 一个名誉 那如果你要维持这个名誉的话 你就要提供给乘客跟分享的人一个好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解决某些的问题 那另外的话可能用一些安全上的疑虑来讲 我们也用一些新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些突破 在软体方面 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一个所谓的分享形成的一个功能 那分享形成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说 我如果用Uber轿车的话 我基本上可以用一个连结的方式 传给我身边的一个亲朋好友 不管是用LINE或是用简讯的方式都可以传给他们 那传给他们之后呢 他收到这个连结他只要点开来 他就会看到我现在目前及时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这个司机是谁 然后他车摆号码 跟现在基本上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也就是说他知道说我现在在回家路上 或是路途可能有走偏的情况下 我可能可以打电话的方式 我可能可以用跟朋友这边联络 让他们知道说我现在是安全到家 所以用技术方面来讲增加整个行程的一个透明性 让乘客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可以感觉到更加的安全 那这个部分可以 当你可以把一个轿车的一个程序 变到一个非常方便非常安全非常优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其实买车动力可能会慢慢开始下降 那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就是说 有10%的我们的用户者其实是因为Uber 他们本来有考虑要买车 或是本来之前有车 然后把他现有的车卖掉 或是把现有的车租掉 或是分给朋友 然后因为有Uber的情况 所以他就不需要再继续买他自己原本的那台车 所以这个部分可以促进整个城市 就是对于分享资源的一个概念 谢谢厉害 很明显啊 这个怎么说 理想很性感 现实很骨感 就是说 无论是在刚才大家所说到的这种用户体验 还是行业的政策 各种方面呢 其实现在大家在Internet of Vehicle这方面 还是有他很多的一些希望看到的东西 但是实际情况还没有达到那 但反过来呢 既然是有差距的 也就是有机会的 我想今天呢 我想因为G-Make呢 是一个行业的盛会啊 今天在座的呢 也都是很多的都是同行 也就是很多希望在这里面得到很多 咱们那种行业的大咖们的一些理念和借鉴 所以我想啊 下一步呢 咱们能不能够来点干货 对吧 因为这个整个的新经济 也好 共享经济也好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也好 一定给我们的Internet of Vehicle 车联网带来了很多新的机会 那每位能不能够从这种机会的角度 给大家抛一些干货 给大家借鉴一下 未来的方向在哪 对吧 这样会非常的有意思 来 请 Michael 谢谢 我想机会很多啦 那尤其从我们的研究的角度来看 那未来就是 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当然我刚才前面讲的车线通讯这样带来的安全 美国交通部是透过立法希望解决交通事故 社会的效益 但是当每个车子都配备这样的设备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可能的应用机会 那美国还没有立法 那美国立法台湾其他各国还没有立法 那没有机会嘛 其实不一定 对特定的车队的时候 有这样子一个通讯设备 解决特定车队的应用 其实就有很多的可能 我当然就是说 即便安全的事情 也不一定要每个车子都可以安 都可以配置 有很多的设备 像例如说像火车 像我们也做过 跟火车跟台铁也有做过 就是说平交道也会有些危险 那火车上面有配备这样的设备 它跟平交道连接 那也可以达到 就是说警告的目的 所以其实说 有很多种可能 不见得是一定要 所有车子都配备这样的设备 那在通讯方面 在车有这个未来的时候 那大家当然知道 现在车方面的 很很有趣的议题就是这个 是不是有可能车子可以自己开 自动驾驶 那自动驾驶 无人车 那这也带来很多事情 那我想说未来 有很多的可能性 不一定是说 一定是怎么样 就说一定这个车子 就是我就不能开 一定会有些人需要 比如说像盲人 或者是说我没有空载小孩 我载小孩子去 去参加什么活动 那车子帮我载过去 那也有些人就是很享受 他的驾驶 一个社会是很多元的 那未来的科技 可以带来各式各样 不同可能的机会 和不同可能的应用 不论在通讯技术 Sensor感知的技术 还有刚刚很多 是车体控制的技术 我觉得还有 都有很多 未来可能的一些机会 好 谢谢Michael 来 Tony 我们谈到这个车电网的将来 大家第一个想法就是 可能是自动驾驶 会是比较热的点了 那事实上 我们也有一些 自动驾驶研究了 但是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其他的 那我们认为将来 这个用户使用车的形态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就现在你拥有这辆车 其实 从A点到B点的成本相当高啊 不认为了 无论说你买这辆车 使用这辆车 不只是付出了你的金钱 还付出了你的很多时间 加个油 去维修 甚至有时候你的车换了 你还得带开一辆车 这成本是相当高的 但以后的将来的用户使用车 可能会更多的把它当作一套 连设备带服务的一种形式购买 就是我在我使用的时候 我就会支付费用 在我不使用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支付费用 甚至你都不需要考虑 这个维修的事情 会有人帮你做维修服务 那这个东西呢 会产生就是用户的使用 就是周期会变短 因为它可能一年中 使用时间非常少 第二个呢 有时候你会决定说 今天的情况下 其实我跟别人拼车 要远比我开车要好 那各式各样的问题 会导致于用户 对这个车的定位都不一样 以前你拥有的时候 可能身份象征 或者我怎么去考虑使用它 现在你更多的是翻过来 我考虑这辆车 买这辆车的时候 是它能提供我什么服务 而且是全套服务 而不是说我去买一辆车 我要去考虑维修 考虑这些问题 质量问题 那这个 对我们产品的影响 其实相当大了 就是你可能会 需要考虑到这个产品的设计 以及生产制造 服务要整体提供了 另外有一个有趣的趋势 我们认为 现在很多那个公司 在谈车辆网 谈到用户数 我们要先把用户积攒出来 然后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这个互联网化的一些商业模式 那我们认为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那第一个是因为车的保有量比较小 那因为这个在座 其实都是台湾本土的 就我是从大陆来的 大陆每年新销售的车也是千万支的 你作为一个就是即使一个最大的一个企业 在车辆网 你占有的中端数 占到50%也是500多万 这个用户数你怎么能跟这个互联网 或者移动互联网去谈呢 你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不成立的 所以更多的情况下你即使说我我我 事实上现在这个市场有多少很多Player 每个的用户数其实是非常少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做商业模式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但我们认为其实正是因为这样 这个汽车这个复杂度非常高啊 有一个趋势是非常有趣的 将来呢很有可能我们谈的时候是 不是谈我多少用户数 是谈有多少数据 这个数据会成为用户本身的一个价值的东西 他会拿着数据去交换 他得到一些服务 所以在谈这个商业模式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谈我这个 经过这辆智能化汽车 互联网汽车 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相当庞大的 这个远比你说我多少用户更有商业价值 在这个数据上的交换 甚至购买 还有一些服务 可能是一个将来的趋势 我们不可能继续沿用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模式 说我先去走用户 然后用户数再去走免费经济 然后高端用户收费 很可能将来就直接就提供用户的数据 然后产生了交易 直接产生一些服务 可能这个是我们认为是一个趋势 那大概就是这两方面吧 车电脑部分对贡献工期来讲 它基本上因为人的应用已经饱和 所以基本上想要推车子方面一些应用 那基本上呼应一定的第二部分 我们讲终端 其实上整个来看产业界来讲 还是要整个把生物链打造出来 那基本上就是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在 其实上在LTE或者在5G的方向里面来看 基本上它有些特别的一些应用 不再追求一个快速的应用 其实上呼应早上在谈的部分 某些的smart的东西 必须要在终端里面做 不是说road data 所有东西的road data往后传 云端的cloud是非常高的 所以基本上在smart 有些smart device的部分 把这些东端某些东西可以做得好 然后透过可以有限 可以应用affordable的频繁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这些资料往回传 那目前你看那M2M方面的东西 它不再追求更高的频宽 基本上它是追求 affordable的一个频宽 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频宽 然后基本上希望把这终端的价格 可以降低 让大家可以提供这样一种 服务的一些部分 我想这是在整个趋势 那电信业来看 基本上我觉得电信业 跟content card比较不一样的时候 你通常在做这种content card 谈的都是所谓的mobile方面的东西 不再是wifi 那所以基本上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的部分的门槛降低 基本上也是一样在做 现在可能在at&t 在国外部分我们看到 类似像某些package 把你车辆的使用的方式 跟你人使用的手机 做成一个package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有两个sim card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同样的 一些package的一些概念 然后让这个 不管在终端的部分 或者是你使用的部分 可以让这个门槛可以降低 可以deploy这样一个服务 这样整个所谓车联网的服务 才可以起来 其实上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的部分 通常是使用者 他就用他原来的终端 当作所谓车联网 一个device的部分 我们看到大家有没有使用行为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push 像这样一种的device 能够让它产生 后面的整个应用供应链 才会出版 这是我们站在电竞业者的 一些思考的方式 其实我们公司最近在 比较常在研究一点就是 如何做一个路线上的 一个优化跟配对 就是说当你一个城市里面 很多人都用网路上 用Uber的部分来叫车的时候 其实不免就会有很多人 就是在路线上的部分 可以做配对跟顺路的一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 我们当你可以用一个机器 可以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来配对出来说 这两个路线其实是顺路的话 那双方都同意的话 是可以用一个 即时的共乘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现有的部分 我可以跟 我现在跟司机共乘 也可以跟另外一个乘客这边共乘 那这块我们在美国各大城市 跟中国很多城市 其实目前已经开始在推出 在做实验了 那当然有几个非常凸显的好处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与车子的部分来讲 可以做一个评分 也就是说 之前很多人就是 常常会做共乘 比如说 我常常从A点到B点 或者是上下班的部分 本来就有共同的路线 可以做分摊 那这个scale 这个量一直做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其实 其实没有一个透明的一个机制 跟一个核准的一个机制 那透过我们的平台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 乘客跟驾驶的一个把关 那当你有这个把关的时候 就是双方可以就是分摊这个车子 那平常可能从A点到B点 比如说要100块台币的时候 当你可以降到50块台币 甚至于降到30块台币的时候 其实这个部分可以开发出很多 新的一个交通工具 给一个新的一个租群 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更轻易的去分摊 这个车子的部分 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通上面的一个选择 那其实我这次 刚从教具体育館回来的时候 其实就实验过这个部分 那是做一个三人工程的一个实验 基本上我在我的饭店用了 我们叫Uberpool这个产品 我用Uberpool叫一台车 那有一台Uber就开过来 开过来的时候 我就对了 我看我手机上对了他的车牌号码 准备要上车 那我准备上车的时候 已经看到另外一个人坐在车上 这个就是我跟他分享车的一个人 可是当我要开门 那个刹那 其实另外一个人也抓了手把要准备开车 然后我们两个就有点很尴尬的一个一幕 那我跟他聊的时候 我说这是我的Uber 那他说不是这是我的Uber 那我们两个手机一拿出来看 其实是同一台Uber 所以变成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共乘那一台车 那发现后来我们上班的地方就在隔壁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一个人花了两块钱到三块钱的美金 就可以叫到一台车 然后送我们去上班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 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最近开始在研究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好谢谢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们 谢谢 谢谢